仙虫草呢 它采用FD宇航冻干索仙技术 保留了很多活性成分 根根鲜黄饱满 可以放心吃 非常安全 现在呢 大家可以打开手机 登陆天猫 搜索东阳光仙虫草 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新的一年 不仅要好好地工作 更要坚持滋养 那接下来有请三王爷小宋 为我们带来一段歌舞 《红颜》 《红颜》 前途就无位 饮一杯为谁 你为我送鞭 你为我送别 胭脂香味 能爱不能给 天有多长 地有多远 你是英雄 就注定无类无悔 这笑有多危险 是穿长毒涯 这泪有多莫美 只有你知道 这心没有你 活着可笑 这一世因你 听我不要 只求换来红颜一笑 这一句如果还能轮回 我最依赖是做牛马 也要替你 也要伤岁 也要是这么久 就能够 是什么 手中的 你 不要 我只要 不敢 那我 红颜一笑 这一曲如果还能轮回 我愿意来升作牛马 也要与你天涯相随 谢谢三郎爷给我们带来一段歌舞 红颜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第四轮考验了 名字叫做慧眼如炬 就考验你们的这个观察力了 然后获胜的一方呢 依然会获得太后提供的一份 非常宝贵的礼物 苏绣团扇 那请菲菲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苏绣团扇 好漂亮 在这个清代呢也是确立了苏绣 香绣 月绣和我们的鼠绣 为我们的中国的四大名秀 而且呢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呢 苏绣也是她的全胜时期 现在呢苏绣是我国的飞移技术 所以呢十分的珍贵 好 谢谢菲菲 马上进入慧眼如炬 这个慧眼如炬啊我会给出一个题面 你们根据自己应对这个题面的表现 打一个分 然后呢对方队就开始来猜 谁给自己打的分是最高的 可以通过问答呀等等这样的方式 最后他们如果判断对 那他们就拿分 嘉宾队先面对第一题啊 觉得自己的时尚品位有几分 好 题目 好 都打好了啊 这样啊 这道题的题面是 给自己的这个时尚品位度来打分 你们每个人形容一下自己的那个